好了,我们接着上课 在前两节课当中呢 我们聊了一下关于condition的怎么去用 然后并且提出了几个问题把它解决掉了 然后大概更加加上了关于condition的理解 那在这节课当中呢 我们来做一个利用condition来做一个生产者消费者 就是多现成情况下的生产者消费者 也就是说我们的高并发 就是多个生产者和多个消费者 任意数字 任意数量的这两个角色吧 然后就使用其中的一个共享资源 也就是我们的shareddate 好 直接来看代码 然后呢 condition Example3 好 先慢函数 然后呢 我们这边 使用condition必须干什么 有一个锁 对不对 lock 等于 lock 我们就用这种飞风屏锁 没关系 我们现在定义两个condition 我们不需要从那种变量 什么no use之类的这种变量去定义 produce condition new condition 哎 包没导进来 好 好 这是我们定义的两个condition 一个是produce condition 一个是consumed condition 分别管两个不同的方法 就是说对一个资源不同的两种操作 那我们还是采用这种 先 linked list 就链表的方式去充当 存放我们 这个资源的一个queen 或者是一个pool都可以 我们既然用funnel了 那这个名字尽量用什么 大写比较好一点 命名规范 好 然后在这边定义 我还是偷懒吧 然后打算里面就放那个当前的时间 所以说我就把它定义成了这个浪行的 就叫什么 我们就叫 tomsteadpool new linked list ok 好定义完了 我们要有一个最大的值 就是你这个 共享的这个池子 它最多能存放多少个 这样一个浪行的数据进去 max 容量对不对 给个100 好吧 好 有了 我们定义方法 我们把方法写到 曼函数的下面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名字叫produce 然后呢 进来之后呢 首先 还是两段试 funnel catch unlock 好 两段试 有了 然后呢 我们去看 如果 如果你这个down 你这个pro 这个time 这个pool的容量 size 对不对 大于等于谁 max 大于等于这个容量的时候呢 就不让你 就不让你操作了 是不是 就不让你生产 生产这个现成操作了 await 好 不让你操作了 当你小于这个容量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干什么 你就可以进行操作 那我们这边让它进行 进行一下操作 啊我们就 呃 tom 点 add 我们从屁股后面放 然后从 从头上删 对不对 这就是 先进先出 这样一个对列 然后呢 current 对吧 那我们在做之前呢 去pill给他啊 说一下 说是我已经啊 放了放了个东西进去 打了个 打了个值进去 放到这个对列里面来了 然后为了我们好调试 我们把这个现成的 啊 getName 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p 再加一个 谁 value 就是我们要放进去的这个数据 data 好 我们把这个东西 好 有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放进来了 放进来之后呢 我们 有数据了嘛 我们就可以通知人家消费者 去消费了 那通知消费者 他有可能怎么了 被这个东西被这个东西给管住了 就是说 他不具备消费的能力啊 就await住了 await住呢 我们让他使用他去唤醒 啊 notify 啊 不是不是notify啊 single 哦 好 这就已经把它啊 唤醒了 那同样我们的consumer 也就可以这么写 那就快速写了 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当我的什么 说好的不说的 好 第二 remove remove first 对不对 有个屁股可能加进去的 然后我们能够够拿出来这个东西谁 这个东西 wale 然后呢 我们把这句话打印出来 同样 OK 打印出来 那谁呢 是c 对不对 不是p了 打印出来之后呢 你要干个什么 你要通知人家一下 你说 你可以生产了 生产是谁 生产就是他了 他有可能 这哥们已经 被放到了一个 condition的亏里面去了 他失去了 cpu的执行权 好 关于这个东西写完了 那我们就有 搞多个县城 搞五到六个县城生产 然后 三到四个县城 消费 或者是十几个县城消费 那我们这边 还是为了 方便期间分装一下sleep sleep的方法 这是 秒啊 肯定是秒 它单位是秒 好 那我们这边 就期限城了 然后期限城的时候呢 我就用一下它的进下推导 就方便一点 然后呢 这边我会去消费一个 我就会去 begin begin produce 然后现成的编号 现成编号是什么了 传进来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创建了之后 马上启动 好吧 创建机启动 然后它要干什么 它去生产 对吧 生产 生产 生产一下 然后呢 休眠个两秒 对吧 休眠两秒 好 然后呢 给现在给个名字 这个名字就叫 呃 p 加谁 第几个生产员 然后 begin consume 然后它调什么 consume方法 consume 那 消费的慢一点 对吧 然后这边是什么 c 好 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吧 add value to demand more 它什么意思 啊 它意思是让我加一个 它意思是让我加一个什么time step 啊 就是说 呃 给一个时间单元 还什么样子 呃 哦 它说我这边 会永远是二 这边是永远是三啊 所以 好了 不理它了 哎 有些时候太智能了 我们这边就去 起县城 我们现在起 五个 起五个这个 嗯 生产县城 然后再起上啊 十个或者十五个啊 啊 消费县城 势 然后呢 我就产生 一个啊 stream 0到6啊 不包含6 那它就是五个了 boxed 啊 这个就会把 int的stream 变成stream 嗯 for each for each呢 我这边 condition example 3 然后呢 怎么样 啊 然后让它 produce 啊 begin produce begin consume yuma 无所谓了 三个吧 好 咱们来玩一下 不停的生产 不停的消费 是吧 好 那停了吧 你看这边啊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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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生产 生产 那是四个 对吧 然后呢 消费 四期应该有 啊 要去消费 然后呢 看生产 消费两个 消费两个 这边把五个 全部干完了 那干完之后呢 消费不了了 对不对 他只能先生产 是吧 生产一个 消费一个 生产一个 消费一个 生产一个 消费一个 然后生产俩 消费两 对不对 我就不继续往下看了 呃 好 这是典型的一个 生产者消费者模式 在啊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呃 condition的方式去实现的 呃 那我们之前还给大家就说过 说是呃 这个lock里面呢 有一些关于condition的 这样的一些方法 那是什么方法呢 我们大家在这边来看 之前讲后的时候 我说讲的时候 回去看 get await stress 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 在这个condition上面 有等待的这个现成啊 对吧 有等待现成 有没有 它这个是一个port的方法 就是说 它是呃 呃 呃 它是 包级别的 或者是类啊 可见的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个有condition的 然后呢 这个孩子waters 啊 那是不是有 有人在等我这个condition啊 对 是不是有人在等我的condition 哇 我们再加一个啊 monitor的东西去看一下 五秒啊 五秒去monitor你一下 好 那我这边monitor的东西呢 我就 monitor之前 打一个这个 把它隔离出来 好 那我们使用lock去看 lock点儿 发现没有 对不对 它是在它的子类里面提供的 所以说我们 这个的声明就要变成 rentry 好 它 它 点儿怎么了 get get withqueenlens withqueenlens 就是说有没有在其中我这个condition上面 有多少个 在这个queen里面啊 它的长度是多少 那它应该也是一个maybe的啊 他会说一个 看评估的值 对不对 asmit 评估的值 也不是一个严谨的值 至于至于原因呢 我之前给大家已经分析过了 好 我把这个 啊你是这个condition的 掉了哪个方法啊 就是我们使用了这个方法 对吧 啊结果是什么 然后把它输出出来 好 另外的一个 consumer consumer consumer的condition 好 那我们再来看它还有其 还有什么方法 老可 直接直接保送它吧 第二 haswit 对不对 produce consumer 啊然后呢 我们就haswit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好 来玩一下 他应该是五秒之后他才会输出是吧 五秒之后输出 哎呀 报错了 报错了 看一下什么原因 报错了 报错了才爽嘞 但是什么啊 他说是一个illegal的monitor state 非法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东西 然后呢 哪个方法报的嘞 哪个方法报的嘞 他说什么啊 wit queenlens 然后呢 他报的 那我们尽量看一下 看一下说明啊 retain 这个评估值 在这个里面 什么什么 not that's because or some time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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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n condition 他也没有说 illegal if this lock is not 如果这个lock 没有被 没有被hold住的话 他会抛这个异常 是吧 他没有被hold住的话 会抛这个异常出来 啊 就是没有被lock 就没有人 此时此刻没有人lock他 他会抛这个异常出来 是吧 这个我们又学到了一招 是吧 他会抛这个异常出来 那我们把这个身住掉 看一下他 诶 又跑一趟 赶紧停了 看一下什么原因 来 这跑的对不对 就是has waiter跑的 那他是什么原因呢 来继续看 来继续看 query where the end thread 啊 什么什么什么 wait on the given condition 好像还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 再进一步看 has wait 进一步看 illegal 哎呦 哎呦 not owner 看一下他这个异常到底是哪里抛出来的 明显这里抛的呀 啊 啊这里 啊刚才刚才那个方法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啊 解释的不对啊刚才 啊我给大家道歉 要看了没 isholder exclusive exclusive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的exclusive exclusive exclusive 是什么 这里面是谁 unsupport unsupport 呃我们的东西 啊放在这吧 看一下 我的 这个东西要被 要被谁拿到 要被其中工作的这几个现成拿到 看到没 要被这几个现成 这个是0到6 0到5 0到12 这几个现成 就合理 那我现在 掉这个方法的现成是谁 是mine 现成 那他就不对 对吧 他就不对 他就不允许 这个这个方法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啊 继续看 并不是说 啊并不是 他刚才的那个注释解释的 那种情况 并不是说他没有hold住啊 所以才会 啊 抛那个一场 看继续 我们继续进来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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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是 他 你这个 看到没 还是 啊 如果 也就是说 你掉用我这个方法的这个现成和被他hold住的那个现成不是一个现成 那就怎么了 他就会抛出这个一场 也就是他不允许你其他的现成去访问他 说白的就是这个意思 嗯 那 那只能 只能什么 就只能 我 拿到 拿到这个 锁的这个现成去访问他 啊 才是可以的 嗯 我们 我们加一下吧 加到我们 锁的这个 现成去看一下 呃 随便找一个 就找一个producer吧 producer的这个现成他到哪里回去做啊 这边回去做 那我这边 打印一下就行了 好不好 那这几个方法我们都把它毙掉 要不然一会又出问题 那不要他 这下应该没问题 就是因为他的日志刚才误导了我 追进去看了之后 你看到没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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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Condition的所有内容 大概是三节四节的样子 三节吧 下节我们给大家来学Stand 然后Lock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因为它解决了他们两个锁 其中有一些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一上来就是 分析圆码分析圆码是要分析 第四阶段如果我有个人时间比较多 我们是会去分析圆码的 但是你先得知道它什么用 用的过程中体会到 因为它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版本才出的 那这个是1.8才出的 那1.8之前就没有它 这个是1.7才出的 这个也是1.7才出的 1.6 1.5都没有 那为什么要有它们呢 那你先去用它 它出来它都有一定的背景 就是解决了那些问题 那你首先带着问题去看它 把它用熟了 一些细节用熟了 知道它的原理 再去看圆码 人家这么实现的 人家这么实现的 就OK了 如果你不带着这样的一些 知识结构去看它的圆码 你云里雾里的 可能反倒会排斥去看圆码 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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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